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众所周知 由徐克指导肖战 庄达菲主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辖之大者》 原本是要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的 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和考量没能如期上映 而在国庆档的预热开启 却依旧不见《射雕英雄传》的任何动态 这也是让诸多网友十分的担忧影片的状态 不过 在近日《神雕英雄传》的出品方钟影 在回答相关进度问题时 则是强调影片目前仍在后期制作中 会努力地把完成度做到最后 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年末档期或者明年上映 按照相关的档期热度 以及《射雕英雄传》的实力而言 最有望的档期或也将会是今年的贺岁档 春节档 最晚则会是明年的暑期档 这显然是一个让人惊喜的消息 电影《射雕英雄传》是在金庸原著中 截取了郭靖联合各大武林门派 力守襄阳的部分为主线 讲述了蒙古大军来势汹汹 集结中原武林力量 保卫一方平安的精彩故事 从武林江湖到国家大义 抛开私人恩怨共抗外敌 从大侠到保家卫国的英雄 这样的故事内核无疑 也是非常的精彩和有看点 而导演徐克作为业界公认的实力派 更是缔造了诸如《七剑夏天山》等 无数经典武侠电影 对于剧情节奏的把控 和在制作上保证作品的质量水准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影片中担当男主 也就是郭靖的饰演者肖战 无疑是目前最具人气 也是颜值演技兼备的实力派小生 从配角到主角 再到各种大男主剧 肖战一步一个脚印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不断地构筑起属于自己的人气高峰 对于武侠题材 肖战显然是不陌生的 此前就曾在电影《朱仙》中 有过十分亮眼的发挥 这次在《射雕英雄传》中 肖战的古装一如既往的帅气 更是在剧情渲染之下 还多了几分豪迈和洒脱 以肖战过往古装剧中的表现 在诸多打戏中的呈现 必定也是十分的出色 而作为整部影片的绝对核心 肖战出色的综合表现 显然也会成为 整部影片票房最大助力 在剧中饰演黄荣的则是庄达飞 作为目前势头火热的新生戴小花 庄达飞的颜值和演技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写手陈浩宇主演了电影 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后 更是让他在电影圈彻底站稳了脚跟 而从此前曝光的种种拍摄路透来说 庄达飞的黄荣 虽然无法与过去多个经典版本相比较 但整体的古装颜值还是远超预期 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角色的灵动之感 这也是让人十分期待 他和肖战同框的CP感了 以《神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的剧本 徐克的质量把控 以及肖战等主演的流量和扛票房能力 电影若能如期上映 显然是有着极其出色的票房底盘的 根据目前相关业界的预测 该影片的预测票房高达15亿 虽然很多网友说 现如今武侠电影早已没落 别说15亿 就连达到5亿票房的武侠片 都是少之又少了 但是《神雕英雄传》的男主 毕竟是肖战 女主庄达飞的人气也有所回升 再加上徐克在业界的影响力 若能在宣发和档期上给力一些 影片拿到15亿票房也不是没可能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资讯与综艺